诚哥 那老徐其实也有两把刷子 他动了手脚 你居然都没查出来 是啊 老徐技术不错 正因为他技术不错 给车子动手脚就不易让人察觉 可惜了 是啊 可惜了 咱们公社农机炸本就没两个技术好的 这老徐算一个 居然就这样折损了 亮子 这次是真的招了阎文汉那孙子的斗了 诚哥 咋回事 傻车又失灵了 那是不是也能一脚离合熄火的对不对 这次恐怕不行了 速度太快了 那咋办 亮子 抱头趴下 我要把车子撞在树上 亮子 你没事吧 还活着 阎文汉这孙子没想到在这等着我们呢 我现在怀疑他们是将农机站所有的车都动过手脚了 无论我们开哪辆车肯定都会出问题的 这阎文汉和李广才还真是没想过给我们留活路啊 既然这样 也不要怪我了 张亮受了点小伤 刚好路过一辆客车 把张亮带走了 而周小晨留在了原地看着车 他让客车司机去通知了齐光荣他们 等待他们过来 小晨 有没有受伤 没有 车子怎么回事 听亮子说好像被人动了手脚 周小晨简单几句 将自己和阎文汉以及李广才的恩怨说了 一个公社社长 你怕他作甚 直接干死他得了 放心 饶不了他 现在怎么办 先将粮食转到你的车上 再联系哈士农机站 将车弄回农机站 让他们帮忙修一下 我得打电话回去汇报一下情况 估计给借这边的车 继续将粮食送去长安 这算是军粮 不能出事 行 我知道了 接下去我来安排 回到哈士 周小晨第一时间给张鸿锡打了电话 汇报了一下情况 量子伤得严重吗 张叔放心 都是皮外伤 严文汉和李广才那觉得玩意 定美好下场 你有没有受伤 胸口和后脖梗都受到了剧烈撞击 现在也疼得厉害 准备将事情都安排好了 就去医院检查 如果没什么大碍 休息一下就准备将粮食送去长安 现在车子在哈士农机站 如果实在不能 只能麻烦哈士农机站的师傅了 小周身体重要 不要逞强 大不了这次的功劳 就让给哈士农机站 你要以身体为主啊 张叔我知道的 对了 告诉于副社长 就在周小晨想继续说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让他一想不到的人 他扔了电话就追了上去 老徐 周 初同志 你怎么在这里 天网灰灰出而不漏 人哪 就不能干坏事 你还想跑 但 你怎么不走了 我怎么记得 你家里好像就两个女儿吧 还都嫁出去了 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儿子了 初同志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你需要我做啥 我都愿意配合 你先等我这里的事处理一下 就跟你走 过了一会 老徐和周小晨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60年那会儿我来哈士出车 救了一个快饿死的女人 她是逃荒来到哈士的 我帮她在哈士安了家 我骗她说老婆死了 后来我就和她在一起了 成了适时夫妻 还生了一个儿子 没想到你玩得这么滑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做到 不让两边发心异常的 比如说逢年过节 一直都不在家就不怀疑吗 我基本都是一年一头 说是要出车 过年大家轮着来的 不能年年都让别人出车 我懂了 这就是你在阎文汉手中的把柄 你害怕阎文汉去告发 你在红星公社的家就要闹疼了 没错 有一次和阎文汉一起出车 不小心被她发现了 周同志 能不能求你不要告诉我 这边老婆我在老家的事情 你不用求我 这件事情如果牵扯不到他们 我自然不会说 这件事他们毫不知情 我也是受了阎文汉和李广才的威胁 才迫不得已的 我会将你交给哈士派出所 让哈士的公安带你回去 我这边暂时不会提到 你在这边有家的事 回去该如何交代 你应该心里清楚 只要你好好交代清楚了 在他们还没反应的时候 就绳之依法 你在哈士的那点子破事 他们也没时间给你宣扬出去 明白吗 明白 各位粉丝宝宝们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小陈把最新一集 放在了左下角链接里了 点击链接可免被观看下一集 老徐若忘了 周小陈给公社与副社长通了气候 还亲自跟市里的罗副社长通了电话 对 人已经抓到 我刚好在哈士碰上 准备将人交给哈士派出所 我不能跟着回去 一来跟我一起的同事 受伤严重 还会脱离危险 我得盯着 二来听老徐说 杨恩汉同志和李广财社长 不知什么原因 想阻止这批粮食 送往长安的陕北军区 也不知道其他送粮的师傅怎么样 在路上是否也受到各种阻碍 现在我这里上万斤粮食 不亲自守着也不放心 等张亮同志脱离归血 我会立马将粮食送去长安 方知再出什么意外 周同志 你是个好同志 这次辛苦你了 听说你自己也受伤了 请你保证 也务必完成任务 明白 保证完成任务 也请罗副市长 跟长安那边解释一下我的情况 放心 已经解释过了 这次粮食没丝毫受损 你功不可没 多谢罗副市长 严文汉和李广财彻彻底栽了 给车子动手脚 这是破坏国家集体财产 现在车子撞得这么严重 财产损失巨大 这就够他们叛好几年的 周小成和张亮受伤 张亮伤势严重 甚至危及性命 这是危害他人生命安全 还是危害到国家公职人员的性命 这又是一项不小的罪名 加起来基本就可以领盒饭了 他们俩很快被抓 李广财还老谋深算的什么都不说 可严文汉毕竟还年轻 含不住一点压力 你的同伙都交代了 老徐也在哈士被抓了 对你们的所作所为 也已经供认不讳 你如果自行交代罪行 还能争取宽大处理 要是拒不配合 反正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罪行 不用说也能定罪 现在只是走个流程 给你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我说我都说 严文汉全部交代了 最终李广财被判死刑 而严文汉被判终身监禁 老徐被判了15年 周小晨这边在哈士 所有的事都安排好后 出发去了长安 路过京都的时候 回了趟家 儿子你咋回来了 出身去长安 今天刚好路过京都就回来了 好前两天刚收到你的来信 你小子家乡混得不错 不愧是我的儿子 周小晨前段时间 给家里寄了粮食还写了信 告诉家里自己在乡下的一些事情 包括当上了大车司机 小妹呢 怎么没看到他 跟他朋友看电影去了 男的女的 你的 他高中同学 我去接他 你咋跟你爸一个德行 你爸也是这样 每次你没跟朋友出去玩 天黑没回来 就要出去接 老周同志 这点您做得很好 请继续保持 我去了 周小晨来到电影院门口 看见了自家妹子 旁边还站着一男一女 周同志 你好 白同志 你好 这人看来是电机上我妹了 周小晨上前就想把自己用的拉走 没想到却被拦住 别打了 哥 你怎么回来了 他是你哥 出车路过京都就回来看看 到家爸妈说 你来看电影吧 就过来接你 哥 这是我好朋友兼同学白雪 这是白雪的哥哥 白成风 初次见面 多有得罪 请见谅 周小晨 误会 不用放心上 我们先走了 姓白的是不是想跟你处对象 是白雪想搓和我们 所以白成风自己没想法 不是 他上次从部队回来 见过一次 昨天回来后就跟我提过 不过我说再考虑一下 还考虑什么 直接拒绝 可我觉得他还挺好的 什么挺好的 你还想当参加工作不久 社会经验不足 能分出他是好处坏 再说 你们才见了几面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可不能瞎打瘾 咋不了解了 我和白雪是好朋友 他们家的情况我都知道 小妹 哥不是反对你处对象 我只是希望 你处的对象 一定是个有责任心 对你真心好的男人 这些都是要相处久了 才能了解到的 而且这是一辈子的大事 不要轻易做决定 一定要看好了才行 哥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会慎重的 兄妹俩回到家 周小晨才想起 给家里带了东西 连忙拿得出来 你咋又给我们带衣服 上次不是美人气了一套吗 我们大队长家的闺女 做衣服手艺好的不得了 爸妈 妹子 你们看看 这都是她做的 是不是做得很好 感性打得好吧 做工精细吧 从你评证吧 停 儿子 我们知道了 这衣服的确做得好 这大队长家的闺女 除了衣服做得好 其他方面呢 妈 你问这个干嘛 不见你将人家夸得那么好 还以为你看上人家了 想跟人家出对象来着 人家还小 还在读书呢 你小子 不否认就是看上人家了 快多和我说说那闺女的事 妈 我突然困了 先去睡一会 各位粉丝宝宝们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小陈把最新一集 放在了左下角链接里了 点击链接可免费观看下一集 二天周小陈起床 发现昨天的白成风 居然来他家了 你来干啥 我会对周同志好的 我们家有三个姓周的 你说的那个是我吗 啥 我不反对我妹妹处对象 我只是希望她处一个 知根知底 了解对方 对方也真心对她的人 我不是你的首长 没必要这么正式 你介绍了你的情况 说说你家里的情况 家里这 家里的情况不能说吗 我爸叫白建叶 是京都军区的司令 我妈叫萧丽云 是京都军区医院的副院长 我爷爷是白啸天 一位老革命 奶奶叫方之华 也是老革命 妹妹白雪 你见过的 在军区医院当护工 小叔叫白丽叶 四老婆 我的天 没想到这白成风 就是名声合合的京都白家人 这样的荒门大户 哪里是我们这种普通家庭 高攀得起的 小妹显然跟他们家门 不当户不对 你说得很好 下次别再说了 我还没介绍完 你不用介绍了 我知道你们白家 那这都了解了 我和周虹同志 是不是可以处对象了 当然 不可以 为什么 你家门槛太高 你走吧 我家所有门都没门槛 这人是不是傻 听不懂我说的话 再说以白家的条件 找个什么样的媳妇 找不到 怎么可能看上我们这种 小门小过的人家 你是怎么当上副营长的 是靠着军功 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不存在弄虚作假 我问你 树上八只鸟 你用枪崩掉一只 还剩几只鸟 一只死鸟 其他的鸟会被枪声吓飞走 你在我家 我要你离开 我妈让你留下吃饭 你会怎么办 我会听周虹同志的 不啥 思路挺清晰啊 能不能不要问 这些奇怪的问题了 看来这人也不是傻 又是个直肠子 不太懂人情事故 更不懂那些拐弯过脚的暗事 小白啊 你们家的身份地位太高了 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你和我妹子不合适 我们家不看这些 只看人品 我爷奶和我妈都见过周虹同志 他们都说我们很合适 家长都见了 我马上要回长安了 这是挺急的 周同志你就答应吧 你也去长安 我要归队 周同志也要去长安了 你是陕北军区的吧 我来往陕北军区送粮 要不我们结伴同行 在路上也有个照应 不开卡车吗 会 技术还不错 行 那就一起走 周小晨本不想和白成锋一起走 但一想到对方会开卡车 自己还能休息休息 就答应了 白成锋技术是不错 上路一会周小晨就放心的灭起来 怎么回事 轮胎爆了 我下车去看看 先别动 有人来了 左右都有 左边七个 右边八个 我啥也没看到啊 你听力这么好 我们应该是碰上专业打劫的了 路上应该撒了钉子 扎破了轮胎 迫使车子停下 然后上来打劫 你就在车上 将车门关好 不要下车 我周小晨是怂人吗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拦路抢劫 要是束手就擒 我可以手下留情 小子 看清楚了 你觉得你们两人 能打得过我们这十几个 十项的将后车箱打开 东西全留下 我们倒是可以放你们一马 厉害啊 小白 这实力 绝了 你现在这里守着 我去镇子上班旧兵 要是开车一个小时 还没碰到镇子 我就折法回来 你最好将你们领导的电话给我一个 到时候班旧兵说不定 还需要你们领导帮忙 这是我们师长的电话 你们师长是不是姓修 你认识我们师长 我认识他侄子 周小晨之所以想直接联系部队 是因为抢劫军粮可不是小事 去地方上班旧兵 人家会不理不睬 或是祸悉迷 我是修海平 你好修市长 我是周小晨 修海平一愣 周小晨这个名字 他已经从自家侄子修士节中 听到很多次了 突然打电话来 让修海平以为修士节出啥事了 周同志发生了啥事 是这样的 我这次负责运送物资到陈北军区 只是我和白城峰副营长 在解放公社管辖内 遇到了一批劫匪 周小晨将事情 简单的汇报了一下 修海平说事情交给他来办 等到回去的时候 武装部的人也到了 各位粉丝宝宝们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小晨把最新一集 放在了左下角链接里了 点击链接可免费观看下一集 又经过了一天一夜 周小晨两人 终于到达了陕北军区 周同志明天不走吧 不走 我要等着其他司机到了再说 那正好 明晚我们部队有文艺会演 到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 到时候再说 是修师长让我邀请你的 行 那我去 第二天白天没事 周小晨来到了长安市区 他去了名声百货大楼 这座大楼占地面积 约3000平方米 是目前全国十大百货商店之一 也算是长安最大的百货商店 近来这里购物的人 都觉得是种荣耀 是很有面子的 周小晨逛了一会 让他有点纳闷的是 在红星公社 甚至哈市 都很抢手的凡丽丁 在这里却是堆放在角落 无人问津 同志 凡丽丁的布料怎么卖 小伙子 你干啥想买凡丽丁 那老贵的布料 不知道 你看看那的确量 比凡丽丁便宜的一块不说 质量也要好的多 还有那司令布也挺好的 也比凡丽丁便宜太多 这是地方区域差异 在长安这大楼里 布料种类集权 顾客的选择性也多 多种比较之下 就觉得凡丽丁十分不好算 只能说这边的人 还挺会算计着过日子 可在京都和黑手那边 凡丽丁是公布应求 各大百货大楼或是公销社 只要有凡丽丁的布料 基本过不了多久 就能抢购一空 要是将这边 无人问津的凡丽丁收购下来 带回去 做成衣服后 是不是能大赚一点 那凡丽丁到底多少钱一尺 两块七一尺 不要布票 我是哈士公销社的 是代表我们单位 来采购凡丽丁布料的 量多 同志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大量购买 你要买多少 我想知道 你们这一共有多少货 五百匹有的 什么价格 我就不跟你搞那些虚的 你既然是供销社的人 就知道那布进价 是个什么价格 两块一的价格 如果你能要得多的话 我可以做主亏一点 两块给你 而且不要布票 我也是真心实意 想收购的 你这价格看似便宜了不少 但这么多布 明显也不是今年存下来的 这不存放久了 容易褪色生虫弄啥的 如果是瑕疵布 你就算再亏一毛给我 我也不敢要啊 我们每个月都做统计 瑕疵布有一百多匹 你也要吗 都是什么价 好的就跟之前说的那样 两块一 瑕疵的一块五怎么样 好的一块八 瑕疵的一块一 能行我全要 成交 这些货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 我们不可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 就算能拿出来 我这带着也不方便 所以我们都分批呢 可以吧 行是行 不过你的焦点定金啥的 我也好跟领导汇报 这都是走流程 还有每一批货款都得当场结清 没问题 这批货加起来要十一万多 而周小晨只有两三万 还在青山大队的云家床底下埋着 所以他要找齐光荣合作 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 我发现长安这边的梵立丁 比哈士的要便宜很多 从百货大楼订了几百匹凡一丁 我们可以拉回去卖 也可以做成衣服卖 能挣不少 不过我身上没带钱 第一批货拉不走 你一共订了多少货 十一万多 我亲自带人过去一趟 直接开一辆车 咱们就一次性将东西全拉回来 你什么有钱 开玩笑 你以为我在哈士白混的 十一万 这可是比大买卖 利润肯定很可观 没错 那我在长安等你 你们这部队是不是女子军队 咋这么多女兵 不是 今天文工团会也来了 女兵多 平时部队里除了军医和护士 有女兵外 基本没女兵 刚刚一路过来 和你打招呼的不少 没想到你还是个先波波呢 冰王白副营长 今天亲自来吃饭啊 修士颜同志 吃饭还能别人代劳吗 还有不许给人起外号 不然我会告诉首长 就知道打报告 还冰王呢 除了能打啥也不是 真不知道那么多女的 怎么就瞎了眼上 赶着往上扑 小子看什么看 小心你的眼珠子 抱歉 我是看你跟我一个朋友 长得有点像 失礼了 差点信了你的鬼话 我那朋友叫修士杰 你认识我弟 认识 我们在一个大队 你是 周小晨 你就是周小晨 各位粉丝宝宝们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小晨把最新一集 放在了左下角链接里了 点击链接可免被观看下一集 周世言从自家弟弟修士杰口中 已经听到无数次 周小晨这个名字了 从帮助他弟解决女孩怀上的事 再到在大队抢收争第一 总之从他弟的口中 他们全家都知道了 一个有能力讲义气 有勇有谋 还大意的周小晨周同志 对 我就是周小晨 原来是周同志 你好 我是修士杰的姐姐修士言 早就听世杰说起过你 百文不如一件 果真是如世杰说的那样 年轻有为 一表人才 哪里 我也听世杰说 他有个英姿萨嫂的姐姐 还以为他自吹自擂 没想到这点 他倒是没产奖 周小晨的幽默 让修士言哈哈大笑 修士言问了很多 他弟在青山大队的生活 周小晨也一一解答 两人也是聊得开心 小燕姐 我估计还要两三天 才会离开长安 你们要是有什么东西 带给世杰的话 这两天可以送过来 我说在军区招待所 行 明天我收拾一下送过去 周同志这一路辛苦了 辛苦也是值得的 那女孩的事 还是多亏了你提醒小杰 不然后我说不定 真的很严重 修士长严重了 这事就算我不提醒 估计要不了多久 你们也会想起这场 嗯 你跟小杰也是朋友 就跟着他一起 叫我生大伯吧 你这个小同志我喜欢 不卑不亢 不贪功 小杰自小就没怎么吃过苦 生活的环境也很简单 这次见那女孩家的由头 想让他进部队 好好锻炼一下 谁知这小子宁愿去乡下 也不想来部队 其实之前 我们一家人都还在纠结 小杰去到乡下 到底对不对 不过自从他提起 你对他的帮助和影响 我们就知道 他这次下乡是对的 我们不仅放心了 也很欣慰 你比小杰大 比他成熟稳重 考虑事情也周到 以后小杰还要拜托你 多照看一下 哪里 都是下乡之星 书门在外 能帮则帮 小杰现在也是我的朋友 我们更应该互相帮助 互相进步 对对对 相互帮助 互相进步 原本我们打算 让小杰在乡下待够一年 就想让他回城 现在有你在那里 我们倒是不急了 你呢 急着回城吗 不急 还不是时候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 才是时候 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才 人才从哪里来 到那时 我们这些下乡之星 都有机会光明重大的反乘 修海平没想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 也有如此的远见 周小辰的话 他也十分的赞同 心里对周小辰 不禁正色了几分 又高看了几眼 当真是后生可畏 而周小辰也有 自己的小酒酒 自己要是不显露点价值 修家不可能重视他 两人这次的谈话 也为以后两家的合作 奠定基础 习哥 这么快 你打完电话 我们就往这边赶了 路上除了吃饭 就没休息过 辛苦了 吃了饭 你们先睡会 我出去买点回去的东西 齐光荣吃饭 倒头就睡 周小辰直接出去了 而此时修士颜 刚好来送给弟弟带的东西 只是他按照周小辰给的房号 敲开门 却是只穿了一条裤 的齐光荣 臭流氓 那个周同志 我就不打扰你了 这是给我弟带的东西 麻烦你了 还有替我 跟你朋友 说声抱歉 杀了齐哥 别踹了 那女的是你对象 不是 一朋友的姐姐 我以为是你回来了 没带钥匙 我就开门了 真不是你对象 真不是 那行 这娘们我看上了 你给签个显搭个桥 玩归玩 闹归闹 别乱感情开玩笑 他将我看光了 还把我给踹了 也不知道踹坏了没 难道不用对我负责吗 齐哥 别想了 人家结婚了 周小辰撒了谎 修家什么家庭 齐光荣什么身份 他不是看不起齐光荣 而是修家肯定不会跟齐光荣扯上关系 知道不可能 何必要给齐光荣希望 齐光荣没想到二十几年 第一次对女人动心 对方居然是个已婚妇女 满脸失望 看来我注定光棍一条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别想了 我们收拾收拾回去吧 小辰 这批布料 你有什么想法 齐哥 有什么好注意 我想过 要是我们直接将布料卖出去 就算我这边能提上价格 但每批布料的利润最多也就一块五六 要是我们做成成衣的话 一批布的利润能达到四五块 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直接做成了成衣再卖 齐哥 咱们要是将布料囤在自己手里做成成衣 先不说去哪里找地方加工生产 成衣做出来差不多就要开始传东庄 时间不对 销售也是个问题 除非堆到来年开春了再卖 可这样一来 资金不仅不能马上回笼 还得投出去不少 也是 毕竟成本太大了 黑市上需要的流动资金也多 齐哥 我有个想法 你听听 你说 我听着 我的意思是 这批货咱们先脱手回笼资金 毕竟这不是一笔显数目 想要做成衣先不急 这次回去 我想让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在村里办个制衣合作社 这样以后能光明正大的鲜活做衣服 我们看下一节